歡迎回到高層的現場我雙玉文 我們今天在節目當中和大家一塊來關心的呢 是我們在縣市合併之後我們的三民區 大家說這個管市合併之前我們的三民區 算是我們共同市區裡面一個很大的區域 包括你騎的人也是很多 現在管市合併之後 我們說三十八的區三民區 遊玩也是最大的一區 好 我們在這個縣市合併之後呢 如果說你認為這個三民區有什麼地方 他需要做一些改善呢 包括你有什麼樣的建議呢 不管是這個景觀上啦或是交通上啦 或者是你對這整個區域的發展 有什麼樣的看法的話 我們都歡迎你打電話進來 還有我們一塊來關心還有討論 我們剛剛說的縣市合併 如果我們把它當成一個三民區 重新來做一個定位一個發展的一個 算是契機 在這邊也請教一下我們05中議員 所以說其實剛剛在這個節目的過程當中 大家聊了很多啦 才讓大家驚覺 原來三民東區裡面有這麼多這麼多的課題 等待大家來進行一個討論 所以以你來看的話 你認為如果我們現在就是先舉一個 不管是中央或是地方要努力的 你認為應該要從哪裡開始先左手 去找它的新定位更新發展 三民東喔 當然要講的是很多啦 剛才我們也會點出問題出來 是 剛才我也講到民族社區老舊 民族社區 這整個都市景觀都是很不好看 現在希望這個好位 你應該說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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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你應該說這個 是 客家大廟 跟他的帳戶都在搞那個 客家的經典 非常一民節 那個人 殺豬比賽那個 那個都 那個都 猪攻比賽 引起很大的回想 但是就是我一直在想說 我們三民族欠一味 欠多一味 三民族就是我 這是我生的 就是說三民族 看要金曬 我們都在說六話 或是要向這個 這個 這個青春舞 建一個什麼 高雄鐵塔 喔就是地標型 地標型 這裡有一個東西 你知道我家裡在台北 201 我們都很想去看一下 我們三民族 比較沒有一個 比較像樣 我在想說 如果要金曬 或是向陳青春 來設一個 全世界上官的 不管怎麼樣 那一定會帶動 三民族 三民族 不是三民族而已 包括周邊的 有一個東西 好看 台灣人都好記 世界也好記 你看高雄外國什麼 他們都在看愛河 愛河 你看到頭上就去了 陳青春那個 也不太老話題 一定要有一個 譬如說 是個攬車我也不錯 為人的 陳青春那 雪蘭的金曬的 那個也是很漂亮 對不對 類似這個 能夠創新 有一個景點 特別特殊 還專台灣第一 不要拚 拚我們台灣第一 我們要把世界拚好了 就拚我們台灣第一 我相信 這個也會帶來很好的金 我們高雄之三民族 我相信很有競爭力 不是這樣 你看 我們很多 你玩三民族 用宗教觀光就好了 用宗教資理 宗教觀光 就為我們三民族 那那個 二號運河賓 那那個 這個 鳳鐵廟還有三民族 這都有名 我們這個廟都有名 三民族 鐵公廟 包括 金曬 那個 補安宮 包括 我們的紀念廟 哪有說一區 有這麼多 廟 還有很有名 有小小廟 都總是大廟 那個 柚南朝拜的 都是很多 所以我們三民族 有很好的地理條件 你說港湖 包括福 包括港湖 包括交通 包括他的位置 南農可以說 為先天 我們就是節優禮 現在管市合併了 以前管市沒有任何便宜 因為高雄館高雄市 人家要說 我做得吃過 我們五金節 交通涉限 隨人做隨人的 但是現在不是 現在高雄館市合併了 高雄市是一個多次的 我們欠的就是城鄉 高雄館 剛配我們高雄市這塊 所以 要有一個規劃 我們當時 都要去 去增加這個 其實在我們三民區 會周邊的這個 鳥桑 人物 那裡也很多景點 包括燕灶 很多農產品 頂頂 我相信三民區 只要如果說 用一個心理 包括我們委員會 到爭取 我相信 整個三民區 應該是指日可待 是 我們聽起來 其實我們聯虎中議員 是從觀光的角度來著眼 我會覺得說 希望吸引大家來到這個 三民區 算是觀光啦 遊覽啦 你可以設一個 必遊的景點 然後吸引這個觀光 大家全部都來 當然它可以帶動一些 相機的活絡 這邊請教一下 我們的總工程師 就是說 其實我們剛剛在這個 節目的上半段 也有跟大家來聊一些 就是說包括我們這個區域的 未來的新定位 那當然啦 其實大家聊的是 那現在 尤其是縣市合併 之後以前的邊垂 它現在已經不是交界了 那當然它的區域規劃 可能有的時候已經不是一個 很狹隘的範圍來看 它是比較宏觀的 那如果說 就我們現在的這個區域來說的話 以現在市府的進行的一個規劃 光是交通的部分的話 就是說 剛剛其實有提到一些 類似是輕軌啦 或者是什麼樣的規劃 它是打算用什麼樣的方式 然後來活絡這個區域的 至少先從交通開始 現在目前來講 市府的規劃是什麼 是 好 那個 我剛剛一開始的定位就說 我們三民區是一個 雲峰町的住宅區 是 那所以它人最多 所以未來發展應該是說 我的看法是說 按生活品質 因為人最多的地方 以人來代商 所以說 大家剛才有討論說 它有些結構性的問題 所以交通的部分 是 所以我會強調說 剛才林議員說 它跟所有其他很多區 都有關聯 都都有相接 他們兩者會的 所以我看法是說 連結 要怎麼連接 跟其他區的發展 這很重要的部分 所以第一個部分 就是交通的部分 你怎麼說對不對 那交通的部分 因為三民區 以前除了有捷運以外 捷運 在大眾運輸的部分 應該還要強化 我就改割這麼多人 騎在這裡 趕快去疏散 或者是把各個地方的人口 印進來的這個問題 所以鐵路地下化 除了鐵路地下化 把組隔的部分 改割以外 當時它也設了 四個捷運車站 譬如說鐵路地下化 不只是鐵路地下化 不只是鐵路而已 它也是一條捷運 所以有四個車站 在我們三民區裡面 所以這個不分到 應該是100坑人 就能來完工了 是配合鐵路地下化的工程嗎 對對對 所以它是我們 左營和鳳山 總共有八百幾億的經費 導師 大概在100坑人 大概完工 完工之後 就有四個捷運化的車站 在我們三民區裡面 八人三民 到三民區 這每個車站 的車邊 剛才到達到站過 都應該是一個發電的重心 我們這樣說 捷運車站旁邊 就是地區最好 最好發電的地方 所以這個交通的部分 可以這樣看 跟發電的部分 連結可以這樣看 第一個是輕軌 我想輕軌的部分 有經過我們三民黨 有輕軌 未來的車站 有八個車站 都在三民區 大概四個在三民黨 大概四個在三民室 大概 所以輕軌的部分 可以這個 如果 市政府大概 今年大概 預計六七月的時候 會再進行公告來招商 希望輕軌這部分 能夠趕快把它建設起來 對三民黨 三民室的交通 會有幫助 另外一個車站 又是一個發電的重心 這對伊堯整個這個地方的更新的發展 絕對有比較正面的幫助 這是交通的部分 另外就是我們大家說到空間的連結 剛剛說到雙湖 或者說到鳳山 透過捷運輕軌 可以跟鳳山去收集 跟任務 跟交情家 要做空間的連結 跟雙湖園區 要去發電 讓整個三民 大抵 這樣的建設 大抵 在陳津湖 在做加持發展 這是我們的機會 第三個就是 我再說到 河岸景觀的改變 這個對 不管我們三民裡面 除了我都說 年代的KEA 還有補足夠 河岸景觀的連結 從愛河的下游 一直連接到它的上游段 整個河岸景觀 包括愛河之星等等 這些對整個生活品質 或者是整個河岸生活的改變 都會有很正面的幫助 對不准是居住品質的提升 或人口的進入 商業的發展 都有很好的幫助 所以我也強調說 連結 從交通商的連結 從空間發展的連結 從河岸景觀的連結 甚至我們現在市政府在辦的 就是說這種通勤道 跟捷運 跟將來的輕軌 跟目前的捷運 跟鐵路績銷的車站 利用這些通勤道 通學道 社區通勤道 怎麼樣讓大眾運輸的 發展的成績 能夠再加成的話 那對整個這邊的環境 或者是人民的生活 就帶來很大的改變 在這些加設投資之後 我們再加值 在基礎上再往上發展 我想將來會有很大的機會 我們剛剛聽到的 主要是市府對於三明區 這一個區塊 未來所做的一些 希望可以幫它畫的藍圖 請在上面李老師 所以這樣子聽了之後 好 那我們既然說了 現在要來左手進行一個 這個區域的重新的規劃跟調整的話 其實我們講這個三明區 它的機會真的非常的大 其實光從這個交通開始就好了 其實這個剛剛提到的 包括你這個商圈沒有辦法成型 其實就像我們講 現在剛剛老師有舉個例子 也就是北高雄的漢城巨蛋鄉圈 那當然是捷運 這個三明東區有的時候 大家都會覺得比較可惜 就是說它可能跟捷運 沒有辦法很直接的做一個連結 那我們之前在節目當中也有討論過 所以就是說其實在這個短期的過渡期 因為我們剛剛講了 你還是要分一個短中長程的一個計畫 好 那假設短期 我們現在縣市合併到目前為止 我們說恨不當當 六個月也過去了 好 那大家會期待就是說 看到它未來有一個轉變 那我們如果說在短期內 希望可以看到那個轉變 你認為要從哪裡左手會是 比較大家會覺得說 稍微感受得到的 第一個我覺得應該還是交通的解壓能夠打開 至少能夠紓解 這個九爐建國跟這個 中正交流道的那個部分 所以我想侯委員推動的那個 鼎立路設那個下閘道 我覺得那個是可以解決一部分的交通問題 是 那麼第二個部分呢 就是在整個有一些在地商圈的活化的部分 我覺得市政府也許金發局應該要再做加溫 因為東三明裡面 事實上看起來比較沒有所謂特色商業街 特色商業街跟商圈的部分 不是很凸顯 你跟北高雄其他區域還有南高雄 還有原來的大同跟這個山多商圈來講 它比較相對不凸顯 雖然人口很多 但是它的消費能力變成必須要往北高雄 或是往大同跟山多商間裡面去做移動 那這種商圈的再造 其實是可以有一些活動注入進去 就可以來做一個調整的一個部分 那第三個我覺得科工館也是在我們三明東區 但是科工館其實有很多可以跟在地活動 能夠做連結的部分 也可以給三明地區的老百姓 可以有更多的一個參與感的一個所在 那麼第四個我覺得就是說 我們現在鳥松人舞跟這個鳳山的一個交界的部分 剛剛王總也提到過 我們現在可能變成是一個整合的規劃一個思考 你說中文在那裡 包括魂化錄和魂化錄都在那裡 那個不一定要有一個具體的推動的里程碑 因為現在以魂化錄來講 中區魂化錄應該是可以有機會 可以往人舞那邊去做移動 但是那個地區的一個再造裡面 我覺得市政委也要提出一個很具體的發展的計畫 能夠去做出來 實現表 另外在觀光休閒整合裡面 現在合體社區當然是比較明顯的 它是從禮拜六禮拜天都有定時的活動在去做推動 但是東三明好像相對有點就少掉很多 也就是說東三明裡面那個觀光休閒的機能不夠凸顯 就相對因為我們現在東三明 三明區是有三明東跟三明西 三明西我覺得那個結構性完整性 包括捷運都有 可是三明東就沒有 三明東也沒有捷運 大眾運輸服務入網也不是很普及 剛剛王總也有提到過 另外我們剛剛提到過說那個自行車步道 可不可以早點快點開 就是那個陳津湖跟那個金師傅 兩個可以連結一下 金城雙湖步道就開始走 因為那個花的錢也不是很多 但是可以快速的達到我們英勇的那個部分 所以我剛剛提到過就是宗教活動 宗教活動裡面義民廟 雖然因為在高雄市有所謂客家文物館 可是義民廟那個地方可以變成是一個地方的 宗教文化的信仰中心 有很多的特色活動 事實上因為它那個腹地是比客家文物館還來的大 那部分其實有很多地方戲曲 其實都可以在那裡辦一些活動 這樣三民區才開始活動 因為它的部分剛好可以連結監美商圈 這是我的理解 剛好在旁邊 我覺得這個東西都是短期 它可以立即的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會讓大家覺得說 感覺上這個三民區 這三民東區 隨著流熱起來的那種感覺